大家好我是楊菜棟 今天呢我們要來班宿舍 待會他要檢查正傳 阿老闆我車停那邊OK齁 謝謝 OKOK 對沒錯我的GoPro又熱當了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 換了幾個電池都沒用 所以接下來的內容將是由字幕為主畫面為輔 在這之前我想先工商自己一段 這是我的Instagram攝影帳號 本人熱愛攝影 在線內有接各式球類和活動的拍攝 如果各位想要在比賽 活動或表演中留下美好回憶 歡迎私訊我的攝影帳號 我在依照活動性質與時間地點提供報價 感謝各位 高一A館宿舍有13樓外加B1 B2 學生住的樓層是2到13樓 2到9樓是住女生 10到13樓是住男生 高樓層的優點是風景較好 較不易出現老鼠等髒亂動物 缺點是電梯經常等很久 尤其是早上8點 中午12點下午下課期間 無論上下樓等個10幾20分鐘都是常有的事 不過學生也沒辦法自己選擇樓層 所以以上都是個人住宿體驗 再來就是樓層介紹 這裡就是我住的11樓 電梯出來還需要雙門進程經過這排鐵門 到房間的走廊 這明天說明 因為拍攝時間剛好是宿舍遷出時間 為了學生方便才把垃圾區放到這邊 平常這裡完全不會有垃圾 所以我馬賽克塗掉一下 而這裡是教育廳 只要是住宿生都可以去任意樓層的教育廳 可以討論作業 可以慶生 可以做很多事 不過都是先站先營 而每個樓層的教育廳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講好聽一點是不同風格 講難聽一點是有些樓層真的很破 再來就是刷完門進後的房間走廊 整棟宿舍不是一個對稱的結構 所以基本上不太會有出現走錯房間的久境 而住宿的人都可能有機會跟樓長住同一間 樓長顧名思義每一層樓都有 本身也是學生但不會是大一行生 基本上就是處理一些住宿上的問題 詳細事實上會在後面評比解說 再來每一層樓都會有茶水間 有飲水機和大水槽 但每間房間都有水龍頭和獨立衛浴 所以大水槽實用性不高 除非遇到大型蔬果或餐具需要清洗之類的 才會到這裡使用 在一間不只一間 但裡面只有一台脫水機 有需要洗衣服或烘衣服都得到B1的洗衣間去洗 不然就是房間內手洗 我住的房型是四人房 抽宿舍的時候就會決定靠窗還是靠走道了 而每個人的座位結構就是底下書桌上鋪是床 不得不在這裡先抱怨兩句 這個設計非常不方便 櫃子正前方是樓梯 每次拿衣服都要鑽到門和樓梯的封封中 再來就是公共櫃 底下這個大空間很多房間都會放小冰箱 幸運點會有上一屆在不走流下來的冰箱 如果四個人都沒有的話 可以去高一的二手車款找找 而宿舍電費是免費的 所以不用怕耗電問題 個人櫃的部分有四個 許多人拿來當鞋櫃用 而我鞋子不多 基本上都是對放雜物或盥洗用品 再來就是衛浴空間 廁所和浴室是分開的 不會有一人洗澡三人內急的窘境 但畢竟一間房間四個人 有時候還是會遇到搶廁所或是等洗澡的狀況 而樓層是沒有公共廁所的 這時候人脈就很重要了 建議入座後儘快跟隔壁房打好關係 並且達成協議 將來內急的時候才可以去接用廁所 最後是冷氣 雖然說是中央空調 但有些房間特別涼快 有些房間特別熱 這也是看個人運氣 電費免費 所以冷氣也是免費的 但會限時段 假日平日也不一樣 只有集中考期末考前 才有可能24小時冷氣供應 其他時間儘管載有錢 冷氣也打不開 再來是宿舍和租屋的比較 這裡我將著重在高一宿舍的評價 首先比較明顯感覺的優點 上學方便 這也是每個大學宿舍的優點 就算睡過頭或是東西忘了帶也可以很快解決 基本上可以睡到上課前15分鐘再起來熟悉即可 免水電費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浪費資源 但水電免費的情況下真的會過得比較自在一點 像是不必在意四九洗澡叫酒 電風扇開太胸 電燈忘記關 之類可能影響室友感情的因素 結交朋友 還沒新生訓練就可以先認識三個同校的人 幸運點三個都還會是同系同學 而之後也可以加快同層樓同學間的認識 討論報告或是課業問題也比較方便詢問 當然如果你是神級帥哥美女或是社交天才 這個優點在你身上不一定適用 不過如果你是極度孤僻或是怪人等級的話 這個優點在你身上可能也不適用 包裹管理 宿舍一樓有24小時管理員 而管理室也有接收包裹信件的服務 也就是說 假設你半夜三點突然想拿包裹 只需要搭個電梯下樓就可以拿 不用等電到電營營業時間 或是上課上大半跑去找送貨員 這也是租外面大部分房子沒有的優點 再來就是比較個人的優點 垃圾處理 大部分外面租屋都沒有提供垃圾集中處理 除非你住高檔社區道樓或是房東很善良很勤勞 而宿舍每層樓都有垃圾集中間 而且20小時都可以丟 假設你半夜三點吃完味道中的宵夜 只需要躲出房間走到垃圾間就可以解決 不用把垃圾處理留在房間內 隔天垃圾車來才能丟 這也是我現在在外租屋覺得最大的缺點之一 飲水機 看似不重要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這也是我現在租屋處缺點之一 如果遇上感冒 宿舍有即時的熱開水可以舒緩 如果想喝咖啡或吃泡麵 飲水機熱水也可以馬上支援 加上本人是極度愛喝冰水的人 宿舍提供24小時冰水根本是我的天堂 但如果租屋處也有飲水機當然另當別論 安全 高一宿舍門禁算是嚴格 要從外面進到房間必須刷兩層門禁卡 加上校園也有24小時警衛 安全的事情是非常高 而一個人在外租屋可能晚上回家會遇到危險 或是遇到不好的銅棟租客 不過我自己可能就是那個危險 加上我也沒有踩沒有色可以解 所以安全性對我來說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再來就是高一宿舍的缺點 上學不便 剛剛明明說的上學方便 為何這裡流出不便呢 就是先前提的電梯問題 上課時間的電梯絕對會塞爆 有時候上課前10分鐘出門 也可能因為排不到的電梯而直進教室 下課時間或是中午要往上的電梯 也常常大排長龍 有時候急著回宿舍拿東西也可能被卡住 這是大部分在外租屋不會遇到的狀況 冷氣限時 雖然冷氣免費是很好 但限時段有時候真的有點不方便 像是體育課晚想回宿舍休息 整個房間又悶又熱 但是就是開不了冷氣 又或是假設晚餐滿麻辣燙回宿舍 結果冷氣時段還沒到 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但如果讓我選 我還是比較喜歡免費 但是限時段的冷氣 畢竟我很怕熱 所以這個確定也不是太嚴重 未遇使用 這真的不需要太多做追溯 基本上每個人在家裡一定會遇到 有的人就是愛上廁所發手機 有的人洗澡就是要洗半小時以上 有的人還同時兩個都有 而高一附近租屋基本上都是獨立衛浴居多 兩種選擇擺在眼前就看各位怎麼選 作席問題 如果遇到四個人作席都很相近 那很恭喜你 但偏偏我的作席跟我室友完全不一樣 我是早睡少起醒 基本上六七點就會自然醒 最晚九點前一定會醒來 而室友是睡很久醒 有時甚至睡到我買午餐回來還在睡 有時候做事就得觸觸警惕輕聲細語 多少有點不自在 而我個人也很不喜歡早上十點 房間還是黑漆漆的狀態 因此作席問題對我來說是宿舍一個缺點 雷室友 可以銜接上一個作席問題 有些人喜歡把吃飯的垃圾留在房間內 囤積一段時間才願意丟 有些人喜歡把碗放水槽 想洗的時候才去洗 有些人喜歡大聲放一些別人不喜歡的肥宅優格 有些人不詢問他人意見 就在房間內使用香氛之類的防香劑 以上都是我聽過不同人講出的不同室友缺點 因此室友問題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不能烹飪 我是一個極度愛煮飯的人 不能烹飪真的是我住宿一整年最痛苦的缺點 當然我也聽過有些人有在宿舍偷偷煮 但我實在不想冒險 怕被室友或是隔壁訪料不要告密 因此可開火也是我挑住宿的首要條件 不自由 雖然宿舍沒有門禁時間 24小時都可以自由進宿 但畢竟有管理員 要刷門禁還有羅章點名制度 總有一種被管理的感覺 這是身為老家住在公寓的人一種不自在的想法 樓掌制度 再來提到樓掌制度 首先每周一到四晚上十點都要點名 若不在宿舍需要在LINE群組請假 但其實非常輕鬆 請假是報備制不是請求何可 而且沒有次數限制 你甚至可以天天請假 但就是要讓樓掌知道你這個時間還活著而已 而平常有什麼生活所需事情也可以跟樓掌反應提問 雖然應該也不會有 所以基本上什麼都不用擔心 絕對不可能有仗勢欺騙的狀況發生 最後 該不該住高一宿舍 總結以上優缺點 我還是推薦新生可以申請宿舍住住看 真的不喜歡退掉就好 畢竟大二基本上就很難抽到宿舍了 大一不住 寄下來就沒機會了 因為我是總考生 來高一之前我讀過別的大學 也住過別的大學的宿舍 整體而言我覺得高一宿舍進步的空間非常大 那這裡也不多做贅述 感謝各位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楊菜棟 我們下次見